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日底站 剛才我們講過青年政策委員會 這個青年政策委員會 我們覺得 軟水可能救不了近火 需要時間比較長 昨天竟然看到學生 和學生吃下午 就是因為恆生銀行和社聯 有一個叫做青年職業 探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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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 其實英文你會容易明白 但我嘗試用中文說一次 好 叫做職業影子計劃 職業影子計劃 是 Job shadowing 我都說一講英文 一講英文就大家容易明白 今天這個抵贊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又和青年政策有關 又和民航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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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有關公事業 有個同學很開心 他說他很喜歡做航空事業 所以挺開心的 還有一個就去了做珠寶設計 他設計的珠寶 現在有機會去參賽 所以挺有趣的 還有我覺得感覺 他不單止是一種職業訓練 因為職業訓練 經常有很多家長原來很抗拒 是 因為 你做一些可能低 低 低基層 基層一些的工作 或者 我兒女要做學徒 不是啊 我想他讀大學的 是嗎 但是現在他們參觀完之後 他有機會和家長介紹 所以我覺得挺好的 你是多少歲啊 中四 中四 中四學生 是啊 我覺得中四挺對的 因為你中四、中五、中六 想三年 你回去入大學選科 會準確的 會選錯的 很多人現在是調轉頭的 大學選了科 然後約 我想自己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所謂 令你有對工作 或者你的將來的career 事業有認知的話 其實中四是挺好的 中一、中二、中三可能稍然都是 年輕 當然其實我覺得中一、中二都可以開始想的 但是通常中一、中二想得來的 都是跟小學很接近的 跟小學很接近 我要做湯人 那種 那種 不是應該做巴士司機 但是你去到 是呀 我要做巴士司機 但是你可能去到中四的時候 就想做車長 不是想做巴士司機 就是你的講法會準確一點 就是你對於這個職業的正確的 認知 認知 可能是由中三、中四開始 阿波你是不是覺得都挺好的 是 因為起碼 我覺得這些比年輕人做些事情 就不是說空港一些政策 因為年輕人很現實的 我有沒有什麼 立刻可以學到、做到 還有接下來 能否幫到我 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面發展 或者可能有些同學試完之後 珠寶設計 覺得不太適合我 他還有時間去想一下 我怕我真的要做珠寶設計師 因為有些人好像做電台一樣 抱著很大的夢想進去 哇 原來進去 原來是另一回事 原來要剪很多東西 不是說我進去直播室 說什麼 說什麼 起碼要量度過 要想過 要設計的 很多人可能有些誤會 對那個行業有誤會的時候 這個可以體驗之後 就真的知道自己是否在那裡 他體驗可以體驗多久 他要看僱主 有些僱主未必會給你這麼多日 有些可以做長時間 即是下手做 即是由幾個星期到幾天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job shadowing program 都不錯 所以今天賺一賺恆生社聯 青年職業探索計劃